这次去成都吗 沟通你来沟通 我来 你教会一点成都话不好 你把你会说的你说一下 老子明天不上呗 双飞巴士的呗 你要是来点日常的 洗手间在哪里 切磋在那 切磋在那 切磋 披荆斩机的哥哥 第一期播出以后大获好评 随着热度越来越高 里程讯的名字重新回归 出舞台solo环节 以酷炫的造型 黑西装大背头 配透明眼镜 低音泡嗓音 惊艳演绎了一首 rapper天上飞迅速走红 每个台演都郑重观众的心 不愧是男团出道 他也知道怎么让观众疯狂了 天生吃爱豆制晚饭 网友纷纷留言七位 说终于get到七位的快乐 七个能更是傲娇的回应 我的快乐何止这些 很难想象的是这么一个宝藏 竟然被七位藏了整整六年 咒死周知 在此之前 李承讯是个全职爸爸 当外界那些质疑和不看好的声音传来时 李承讯的心理其实一直很压抑 甚至一度抑郁 但所幸他都挺过来了 我多少还是会心里卡的 七个是曾经说过 现在也说 我觉得还好 你也不是一直在工作 要不然 那谁在照顾Lucky 这个也是我很感动 我老婆的一个点 只有鼓励没有抱怨 李承讯是韩国人 七位是中国人 两人是跨国夫妻 因此作为混血出生的女儿Lucky 最大一出生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虽然年龄很小 但总是能经聚不断 经常贡献出自己可爱的表情包 因为和妈妈七位长得十分像 所以也被网友们称为 迷你版小七位 Lucky参加节目的时候只有三岁 但在镜头面前和陌生的成年人面前 却一点也不拘谨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还会给工作人员比爱心呢 其实除了长相 Lucky这种鬼马 直爽又不失聪明 经典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 当主持人问Lucky爸爸妈妈名字的时候 三岁的Lucky马上回答 李承讯七哥 主持人呢 接着问Lucky 怎么是两个男生的名字呀 Lucky马上回答 七位是女生 是妈妈 Lucky这种古灵精怪 跟很会说话 真的是像极了妈妈七位 因为李承讯是美国籍的寒衣 而七位是正宗的火辣辣的四川妹子 所以Lucky作为在一个国际化在庭长大的孩子 是会四种语言的 那就是英语 韩语 普通话 和四川话 爸爸李承讯教他英语和韩语 妈妈七位就叫他中文和四川话 在李承讯带Lucky一起参加了亲子综艺 节目想想办法吧爸爸时 由于这一次李承讯单独带Lucky下节目 没有了妈妈七位那么教中文的任务 自然也就落在了李承讯的肩上 所以父女俩在节目中的互动啊 就闹出了不少笑话 有一个画面是李承讯问身边的摄影大哥 Lucky手上拿的东西叫什么呀 在询问几次之后 得知是指南针 李承讯摇身一遍 变成了老师跟旁边的女儿一本正经的说 Lucky宝宝 这个叫做指南针 还让Lucky跟着重复了几遍呢 这个画面逗得网友们笑得停不下来 完美地演绎了小孩是怎么被逮跑偏的 指南针 拿针 指南针 这叫指南针 指南针 英文叫Compass 英文叫指南针 对的 其实多数网友还是挺好奇 李承讯的中文说的并不怎么好 很多时候呢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 还要七位当翻译 但尽管如此 七位也没有学习韩语 跟李承讯一直都是中文交流 近日呢就有网友扒出了一条七位的采访 当时针对自己为什么不学习其他语言 七位也给出了答案 七位表示和李承讯吵架的时候 用中国话能够直接完胜他 那为什么还要学其他的语言 来削弱自己的战斗力呢 这个回答真的是太逗了 有这么一个单萌又幽默的爸爸妈妈 怪不得小Lucky那么可爱 如今女儿已经七岁了 真是李承讯付出的好时机 我们也期待李承讯接下来舞台 也希望小Lucky能够在这样幸福的家庭中 快快乐乐的成长 我们下期再见